Costco新品系列 我會胖死啦 吃甜點就不要管這個 是軟餅乾 鹹香鹹香 甘胖甘胖 不得了 一個指節耶 一個指節耶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網紅心理開箱頻道 我是薇薇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Costco新品系列 而且這次不負眾望的 Costco又推出了 非常吸睛的超大卡士達 應該說超大的甜點 因為以往他們就很常出那種 大家就說 哇 這麼大的那種 今天叫什麼 肉桂捲啊 這麼大一盒 吃得完嗎 或是好吃嗎 超大蛋糕 但很便宜這樣子 今天呢 我們總共有兩項鹹的東西 以及三項甜的東西 就來吃吃看哪些東西 值得買回家 Let's go 第一項是我們的 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這一整合349元 超級厚 看到了嗎 123456 6212塊的巧克力布朗尼 才349元 平均一塊是29元 這個價格滿吸引人的 但是布朗尼呢 我可是很嚴格的 裡面的濕潤度 有沒有巧克力那種濃稠的感覺 這也是重要的 但每個人喜歡吃的布朗尼不一樣 每個人喜歡吃蛋糕類型的 然後像我就喜歡吃那種濃郁類型的 聞得到超哥力的味道 可是在何子紋比較濃郁耶 為什麼 這樣打開來蛋糕味比較濃 從澳洲回來之後 就一直很想用手 因為在那邊滿多東西都用手吃 OK 也可以順便摸摸看這個高體的質地 其實看起來是不錯的 你們注意到了嗎 它這布朗尼很棒的是 中間它看起來有做生巧克力的那種加成 いただきます 完蛋 四不像 什麼叫四不像呢 又有點像蛋糕 完全不太黏牙 也不會讓你覺得很濃郁 需要配茶 或是配咖啡 但是又不會完全像蛋糕體的鬆軟 介於中間 覺得它的優點是不膩口 害怕甜的人可能會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它其實沒有到很甜耶 甜度五顆星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介於合理質的四顆星 帶一點點微微的苦 但就是很些微 不過它有個魔力就是不知不覺的 在它的 Shotree 當中把它吞完 又會覺得29塊的CP值是 很高的 欸有捏 它有魔力耶 你看我快把它吃完了 其實你咀嚼的過程 它又很好吞嚥 嗯 但我覺得整體下來是OK的 CP值很高 但你要說它 非常非常的濃郁 或是非常的像巧克力蛋糕嗎 兩者都沒有 它就在你中間值 OK啦 不錯 最後一口把它吃下去 我會胖死啦 吃甜點就不要管這個 下一項 第二項是我的迷你巧克力餅乾 這一盒是299元 裡面有五十五入 平均一片是五塊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種美式的軟餅乾 如果是的話超加分 因為我超愛美式軟餅乾 但那個都熱量爆表 香氣 欸可以耶 是外面那種巧克力軟餅乾的香氣 捏起來 也是軟餅乾的質地 而且一片上面有滿滿的巧克力豆耶 這個巧克力的品質也很重要 因為像我之前之前吃過 完全不會融化的 餅乾的那個麵粉的部分 餅皮已經都融化在你嘴裡 然後巧克力還在裡面 阻擾你 所以呢 它能不能同時融化是很重要的事 開動了 各位觀眾 是軟餅乾加分 嗯 嗯 買它 好吃 如果你跟我一樣吃軟餅乾派的話 你會愛它 而且一口一個 它的軟呢 又不會是那種 滲出油的 我曾經真的吃過滲出油的軟餅乾 它不會 因為它體積可能做得比較小吧 在烘焙的過程中 可能也會比較 少油嗎 我不曉得 但它的巧克力量給的非常非常的足 那種是融化速度 跟餅乾你咀嚼的狀況下一模一樣 然後呢 巧克力是屬於那種苦甜苦甜型的 不過這個的甜度的話 我覺得高一點點 大概有4.5顆星 其實蠻甜的 我光吃一片 我的喉嚨已經有那種 喔 甜囉 有這個有甜囉 的那個黏膜感跑出來了 不過 軟餅乾不甜還叫軟餅乾嗎 喜歡吃甜的人 喜歡吃軟餅乾的人 喜歡巧克力豐沛充足的人 這可以買下來 買來試 好甜喔 好爽 賽獎 賽獎是 帕梅扇傑克起司原脆餅198 這個我就完全不太知道 是什麼東西了 我自己覺得比較少見到 就連它的外型 它是大量的起司去做出了一個脆餅 它也有麵粉在裡面 不過它應該就是屬於那種 大家應該有看過韓式或是什麼的 反正把起司煎到一定程度 某種類型的起司煎到一定程度 它會變成一塊餅 好像在某些西餐廳或是法式餐廳 他們會把它折碎 然後把它弄碎 然後做一些尖尖嚼嚼來做一些造型跟擺盤 然後增加一點口感這樣 這個加入沙拉應該也蠻讚的 滷酪絲的香氣 就是外面烘焙房滷酪麵包 那一條滷酪麵包的味道 就這樣這樣子 像蝦餅 來 馬上來揣一下 開動 好吃耶 鹹香鹹香 鹹香鹹香鹹香 這個真的 你除了把它當餅乾吃之外 把它加入沙拉 因為有些人喜歡加培根水嘛 其實我覺得改加這個也很棒 把它捏碎 或是感覺它可以加在哪裡 湯 濃湯上面 會增添一些起司的香氣 這起司濃郁 非常的濃郁 每一口 要越咬越香 在它的成分上面 它有五種不同的甘酪跟起司在裡面 就它味道很豐富 鹹度我覺得也OK 單吃 可能一片到兩片還OK 但沒辦法把它當零食再吃 我覺得它可能要 加入料理 蠻開心的是 我剛剛其實拿它的時候很小擔心 捏起來其實是軟的 但咬下去是脆的 我覺得應該要買這個啊 喜歡加料的人 喜歡吃沙拉 覺得沙拉太常吃一吃 覺得沒有什麼味道 你想要撒一些東西在上面 但這是很增添風味的概念 啊 我真的太聰明 我沒有看到上面 它寫說 適合搭配沙拉享用 甚至它可以再以烤箱 烤個三到五分鐘 它的香氣或是它的質地 應該會不一樣 我覺得它單吃就很好吃了 大家如果有買這一盒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它上面這樣的去加熱 加熱看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唷 掰掰 果然是沙拉好幫手 下一項 再來是我們的炸魷魚條 酥炸魷魚條 原產地是韓國喔 這一包的話 599元 這種海產類的東西 去加工後面的價格 本來就會高一點 像很多人可能喜歡下酒菜啊 然後呢 去買一些 日本的起司條 鱈魚條 鱈魚起司 或是像這種魷魚乾 本來價格就不低 這樣一包的內容物 大概長這樣子 它上面呢 這一隻北極熊就配了 啤酒 我覺得它應該真的是很棒的 配啤酒下酒菜 有龍蟲 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就會希望它要把就是超爽脆 就是很脆 然後一根接一根 不然就是它很有嚼勁 你可以邊咬邊咬 然後呢 咬到你整個嘴巴都充滿了 那個鹹香的魷魚味 之後再配一口啤酒 啊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它兩者都典具了 第一個是它的外皮超爽脆 裡面呢 是有嚼勁的 魷魚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製成這種 下酒菜之後 它就是越咬越香 是你要慢慢吃的 裡面 不要就是 很快就把它吞下去 就有點小浪費 你就是要吃它的鹹香 那個海味 它調味不會過鹹 通常一般的下酒菜 可能會調的比較鹹一點 它剛剛好 甚至你不下酒 當零食吃都是 很棒的 這味道我覺得 介於中間值 鹹度跟 再一點點微甜 如果它有出辣味版本 我覺得不得了 或是家裡面自己有那種 辣粉 進去搖一搖 它會更爽 就會更適合配酒 然後喜歡吃辣的人 基本上碰到這類型的東西 一定會想要加辣粉在裡面 我覺得這很棒 這次值得大家可以去買來試試看的 喝幾啊喝幾啊 馬上來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醬醬醬醬醬 超大的 12吋399元 每天他們吃過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思考說 就是大家呢 在什麼樣的場合 會買這麼大的東西回去 因為即使是自己 我朋友的生日 我們最初可能就買一個 6吋蛋糕 然後大家可能兩個人吃一片 不曉得大家是不是 剛才我朋友們 他們吃甜點的 能力下降了 自己記得越來越大 被味道適應了 很香耶 但這種最 這種很大很大的派皮 可能會出現我不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非常不喜歡軟的派皮 就是它整個濕透了 鬆散 然後油耗味很重 我喜歡酥脆的 有沒有 這樣好厚 很厚 來 觀眾先吃 來 整塊給我塞進去 很厚耶 你們看這個 一個紙結耶 一個紙結耶 然後你看就如我說的 它那個底部的餅皮很薄 我剛才吃的時候 就沒有那個紮實感 但是以我這個 吃那麼多Costco的東西的經驗 我覺得它這個卡士達 應該會有點介於 布雷布丁的概念 不會是醬 你看這個 沒有 沒有醬感喔 難怪它可以那麼凝固 但它烤得很漂亮 然後它上層那個 顏色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有 很有食慾 香氣也是 它就是那種卡士達很 大家一聞到它就知道 是卡士達的那股香氣 甜香 蛋香 咚咚咚咚咚咚 咿 它是 這是什麼嬰兒屁屁 いただきます 這什麼東西 它底部的東西 這口感超怪的啦 它真的意思 這我咬下去覺得很不科學 你們看它這邊 是我這塊沒烤透嗎 我知道生的麵皮感 你們看這邊是白的 我不要說我不公正 或是我怎麼樣 我覺得我要大家的資訊 是不是沒熟喔 還好 是嗎 那口感有點怪怪的 但不會到難吃 那妳的感覺怎麼樣 好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對吧快快的 沒有啊 沒有 飯桃 這感覺 妳不覺得它底下的餅皮很奇怪嗎 還好吧 就是布丁布雷 好好 正常吧 好我們最後經過了一番討論 我們這邊有四個人吃過的這個塔 大概是我的個人口味不太喜歡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它底部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想說要嘛就是很鬆散 要嘛就是那種很很脆的 它就是很軟的薄餅皮 然後我自己的口感覺得有點像 生的 對啊 但他們吃起來是覺得是合理的 可能真的是 我比較不一樣的一點 但我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普普通通 但它的上面的那個卡仕達也沒有很甜耶 對吧 嗯 對吧 它的甜度完全輸了前面的布朗尼跟巧克力餅乾 它當然就是香氣 它有一個奶香 有一個蛋香 但它吃起來其實就是比較紮實一點的布雷 嗯 像蛋塔 對 雨柔剛剛說對了 像蛋塔 大家如果吃過那種麵包店賣的蛋塔 烘焙房的蛋塔 我覺得它像蛋塔 它像超大型蛋塔 啊 合理了 那我覺得合理了 嗯 不然大阪的卡仕達蛋塔 可能這個就真的是不符合我的胃口 它甜度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只有三不到 它真的沒什麼甜味 然後餅皮也不是我 我愛的 因為呢 今天小幫手們去買的時候 它是有剛好新品試吃 我覺得這麼大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一堆人來吃的話 建議你可能試吃看看 看它有沒有新品試吃 不然你可能就要斟酌一下啦 大家可以留言 如果你有吃過這個的話 是不是你跟我是同樣的 還是你可能是覺得它是好吃的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好 馬上進入 頒獎時間 今天要來頒兩個獎項 第一個是最佳CP值獎 就是我會介於覺得 它是還不錯 好吃的東西 平均值之上 大部分人可能都會覺得 OK啊 OK啊 然後它的價錢又非常合理 那我們歡迎 巧克力布朗尼 將 我覺得它的賣相也好 然後呢 它的厚度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它是有誠意的厚度 然後它吃起來的品質也是 我覺得是OK的 很符合它的價錢 就推薦給這個巧克力布朗尼 以及呢 下一場每一次會有一個 瑋瑋個人推薦獎 就是超級無理符合我的喜好 讓我們歡迎 書架有一條 這個的話呢 它就是CP值沒有那麼高 因為它真的很貴 599元 這樣一包 真的 價錢很高 但是呢 它很好吃 真的如我所說 當然剛剛的小方所有的事 他們也都愛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真的 你可以買一包來試試看 然後看看有沒有促銷 或是你可以買了 跟朋友一起share啊 所以呢 瑋瑋個人推薦獎 就是這一項啦 如果大家有去 Costco的話 有興趣也可以買一下 這次的新品的話 我覺得呢 還OK 就是除了我沒有很喜歡的 卡士達蛋糕之外 我覺得其他品項都讚的 那其實我也很喜歡 那個迷你巧克力的餅乾 讓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吃都覺得甜了 可能 滿多人也會覺得滿甜的這樣子 所以 我就沒有把它列入頒獎的部分 這樣子 好啦 那麼還是跟大家最後再提醒呢 吃東西跟味覺 這是非常非常 就是個人的 每個人喜好 本來就大不同 所以呢 你可以去多方嘗試 多方看大家的評論 但是不要去批評說 你就是因為業配啦 什麼的 沒有 我們這沒有業配 我們絕對不會 就是特別的說好話這樣子 好 那麼 皇室兄弟開通頻道 記得訂閱 分享 開心 大家追蹤 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 掰掰